女性鼓勵娜渣擁有甜美長相 或封為新疆維納斯 背受大眾喜愛 然日前她在節目中透露 小時候髮質細染加上自然卷 頭髮看起來總是很毛躁 於是被爸爸逼迫剃了光頭 希望長出來的頭髮能變得比較粗硬 當時她正值小學三四年級 愛漂亮的年紀 於是跟爸爸達成協議 剃頭後戴上漂亮的假髮上學 然而某次上體育課時 因為假髮沒有固定好 跑步時不小心被風吹掉了 立刻遭到全班男同學嘲笑 還調侃她就像猴子一樣 對此鼓勵娜渣當場爆炸 對著同學們像發瘋一樣怒喊 怎麼了不就是光頭嗎 你一出生就有頭髮嗎 我就是猴子怎麼了 一邊大吼還一邊拍打自己的光頭 把嘲笑她的男生嚇得不敢說話 她健壯反而找回了自信 認為自己長得夠漂亮就沒什麼好怕的 之後就完全放開自我 男同學也不敢再嘲笑她 讓她笑稱自己用光頭征服了她們 也認為發瘋其實很有用